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住节》里面 住的也不多 他告诉我 神通事相 是能成半叶 众生出苦 是所成半叶 这个两句话 非常重要 我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 才真正能做到自立立他 菩萨的歌后 菩现光明 菩 就没有界限 有界限 就不普 所以 我们学福 首先 要把心量脱开 齐心动念 虚空发解 这才是普 受访一切祝福过度 我们是平等看待 也决定不会说 这个一切祝福差当中 西方极乐世界第一殊胜 那是赞叹 那是什么呢 是劝导别人 的话 实际上呢 实际上完全平等 没有高下了 发门 没有高下 过途也没有胜利 真正的平等法 发门 没有高下 我们劝初学 这个比那个好 你选这个 劝到他的 这是方便法 这是全巧方便 到他修学到一定的境界 他就误入真实 真实是决定 平等的 我们像这些地方 要懂得 要通达 要学习 借淫众生 没有方便 那是得不到效果的 一定要有方便 要知道进退 什么时候该进 就要进 该退 就要退 进该退 都是做众生的 示范 都是让众生 看到的时候 在这个当中 去学习 这叫神通事相 圣人 教化众生 特别是 严福提众生 刚强 难化 这十多大臣经上 佛都是这样感叹的 我们这个世界众生 刚强 很不容易教化 所以他们为我们的实心 有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 返求助己 一切事情 绝不怪罪 不怪罪别人 回过头来怪自己 这是 很好的教学方法 如果每个人都把过时推给别人 这个天下会闹翻了 这哪里会有太平呢 回过头来 过时都是我 你们大家都没有过 马上就平行 天下立刻就 就太平了 所有真问 所有真问呢 都化解了 这个重要啊 就返求助己 这四个字 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 一生都不能够违背 时时刻刻 对人对四对五 如果觉得不舒服了 不痛快了 立刻返求助己 决定要能够承认 别人没过时 过时都在自己 谁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呢 中国二十四校里头的顺 二十四校第一个大顺 大顺 彻底做到了 圆满的做到了 感动他的父母兄弟 父母兄弟原来都不善了 都把他变成善人 你看这个功德多大 把不善变成至善啊 感动了过往 那是姚王啊 姚王把两个女儿下给他 感动邻离离乡党啊 感动一国的国民啊 姚王把王位让他继承王位 他就是这四个字 一切返求助己 极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话有道理啊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学起 要认真努力去做 别人彻彻彻实实 没有过失 别人对我不好 看我不顺眼 我要回家来反省 我什么地方做错了 改 啊 决定把自己的过失 统统改掉 那么在一般讲 特别是在现前 这种现实社会 人家对我们不满 给我们发生冲突 在什么地方 决定是在厉害这里 我们对别人的厉害啊 产生了妨碍 回过头来好好想一想 什么地方产生妨碍 马上把它盖过来 让别人心里舒畅啊 自己一生 老老实实学佛 古大德常常交往 老实念佛 我们得罪人地方 实在讲 都是自己不老实 怎么能怪别人 我们做错事情 是自己迷失了自己 是自己要勇敢的承认 然后呢 我不会再有这个同样的过失 神通事相啊 这样才能成就半死啊 一切要为大局着想 什么是大局 众生的利益 社会的利益 国家的利益 世界的利益 要为这个去着想 决定不能为个人利益了 为个人利益想 错了 人 决定要守住自己的本分 我懂得这个道理 但是我做的不够圆满 往你 我跟韩广章相处 我觉得我做的还不错 我跟他相处三十年了 活目相处吧 我到新加坡这个三年 我自己反省 这几天我反省 我做错的事情太多了 这个是到这边来的时候 把自己迷失了 许许多多公共场所 我出去 我错了 温馨晚会 我不应该出席 为什么呢 我在这边是雇员 我应当让 把老板捧起来 把他捧起来 我成功了 我一生是当人家的助手 我不是一个做领袖 这个是我绝大的一个错误 任何公共场所的活动 我都应该要避免 我老老实实 做他的参谋 给他出主意 帮助他教学 帮助他讲经 台面上的事情 我如果露了面 就是我自己的最大的罪悟 那么我在此地所做的 也是佛菩萨暗中安排的 给你们同学看 你们同学再次地学会 你们将来就一帆风顺 政法才能弘扬 就同一个学校一样 任何场面是应当校长出面 教员怎么可以出去 把校长的时候给扰乱了 我现在懂得 所以我在澳洲 或者将来在美国 在任何地方 我要绝对遵守这个原则 知道自己是教员的身份 把自己教员的事情做好 我们就 这功德就圆满了 本分的事情做好 不是本分 决定不可以去做 人家请我们去做 我们要懂得前让 这是我的疏忽 我没有前让 人家要我 我就去了 这是疏忽 这是大义 这个就是一时的迷失 父子教导我们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这个话是精于两眼 是大圣人的经验 教诲 我们只做自己本分事情 太好了 谁不欢心 个个欢喜 牵涉到别人的事情 那你错误了 我愿意 以我的错误 作为教材 让你们大家 在此的吸取经验 假如 我们的运念没有断 那生越界天 四王天 涛离天 夜谋天 斗帅天 到这个花落天 他话自在听 决定往这上面去 如果七情五欲断了 决定到四界天了 当然 我们的愿望 跟这个世俗人 不相同 我们念念 祈求 往生 西方 极乐世界 如果具足 清净心 纯善的心 念佛 决定得生 经教里面 世尊教导我们 心经 在佛图境 往生 西方 极乐世界 这是真正的因 心经 在佛图境 所以 清净心 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选择 尽宗 尽宗 学的是什么 一心不乱 心不颠倒 一心不乱 心清净 心不颠倒 善 去做 纯净 纯善 只要发个愿 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关系 就联系上了 如果我们的心不敬 我们的善不纯 纵然念佛 能不能往生 都有 没有把握 不可靠 我们要做 可靠的事情 要做 有把握的事情 这个样子 我们这一生 没有白来 神通 世相 这一句里就 包括 范围 无量 不别 这个名词里头 最重要的 通 通什么 有障碍 只要通了 问题解决 事出时间 许许多多的麻烦 今天 有很多人说 学会 有病态 世间 变态 是什么呢 人与人之间 没有信心 彼此 互相 猜疑 这是世间的病啊 社会的病啊 从猜疑 要向上发展了 就变成 互相 嫉妒 互相 毁谤 那个病就 越来越严重啊 到互相 毁谤 就互相 斗争 到最后 就互相 战争 造成 生命财产 的损循 追究其耕耘 不通 所以 人与人之间 要通 这个通 有直接的通 有间歇的通 直接不能通 这就找间歇 不能不通 神通 这个神 是 里头含着油 真实的智慧 善巧方便 我们一般世人 没有这个智慧 没有这种方法 他有智慧 他有方法 他能够通 这叫神通 神通 是能力 能力 乐实 就是事项 要做出样子来 给大家看 让人家一看 他明白了 就通了 所有疑虑 都化解了 要做出个榜样 出来 这个是能成办业 这个业 菩萨丝业 菩萨丝业 前面一句说的好 现身说法 现身说法令物的苦 这个业就是这个业 所以 我们今天 选择这个行业 站在这个岗位 站在这个岗位上 这个岗位 就是先生说法 现身处处给社会大众做正面的好榜样 那么今天社会 从上有竞争 我们做的样子不正 啊 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 这个一般的心理 从上 得取 所谓是 尊人 利己 我们做出的样子 忍让 处处 要让啊 做出样子 给他们看 他进 我赶快退 一定要让他 为什么 教化众生 人人都懂得让 天下太平 你才晓得 这个让的 好处多啊 功德大了 决定 避免 无理的 来侵犯你 我也要让 无理上前会让 那有理就更应该让了 我们目的活在呢 别人恨我 我感恩他 我天天供他的牌位 天天拜他 我把我自己修学的功德 天天回向给他 我们做的跟他的这个做的是完全不一样啊 我们这样做的 对自己功德利益很大了 这一生你看不到 来生就明显了 来生的古报 无比的殊胜 所以真正了解这个道理 了解四十真相 一定会非常乐意去做 那我们合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 站在这个岗位 就是给世界做榜样 学为人事 行为示范 这叫八个字 八个字好啊 我在北四大看到这八个字 我跟校长讲 这八个字就是大方光复华严谨 华严谨上叫我们这些人 八字集无时介意来的 毛病稀气 通通各处 廖凡私信教我们改过 他说 有从四上改 有从礼上改 有从心上改 大惩罚是从心上改 小惩罚是从四从礼上改 大惩罚从心上改啊 改的究竟改的彻底啊 那么这样 才能把教化众生的事业做好 深教 不仅仅是严教 神教 信神说法 这个重要 众生出苦 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特别是今天的世界 众生苦难太多太多了 我们要怎样帮助他 从本身 改过 修善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本身改过 修善 就是帮助一切 苦难中生 苦从哪里来的 从不绝来的 从迷惑颠倒来的 那么再说得明白一点 清楚一点 从自私之力来的 从贪嗔痴痴 从贪嗔痴慢来的 贪嗔痴 大家晓得 佛说这个叫三毒烦恼 无量无边的苦难 都从这里生 我们怎样去做 做一个不贪不嗔不痴的样子 做个人看 讲个人听 不但我们做个人看 天地鬼神也在看 树木花草也在看 只要是生物 都有灵性 澳洲土著 告诉我们 树木花草 喜欢唱歌 他日夜在唱歌 供养我们 我们有耳不闻 什么原因呢 频道不一样 他那个频道播出来之后 我们 我们这个耳根呢 这是有故障 收不到 他那个频道 就好像我们开电视 开这个五星电收音机 频道不对 他确确确实实唱歌 给我们听 澳洲土人都会欣赏 可见的 他们的耳朵比我们厉害 我们听不到的这个频道 他听得到 他说 我们的人应该怎样回馈他们呢 也要常常唱歌 听他们 给他们听 所以说 我从这里想起 大概这个树神 这个花神 草木之神 都是我们现在社会上讲的 娱乐界的 艺术界的 他们是搞这个行业的 所以还有这个信息 死了以后 去做这些神 咱们这个树上讲的是树神 花神 草神 搞这些去 他有习气 他欢喜这些 所以我们要懂得供养他 我们唱歌 他能听得到 他唱 我们听不到 但是我们从四项上呢 能感觉得出来 他给我们很快乐 为什么呢 树长得很陌生 花开得很美 让我们接触到的 感到非常快乐 但是我们没有听到 他唱歌的声音 但是我们想象当中 澳洲土著说的这个话 不是假话 相当然而 应该是这样 但是这些植物啊 喜欢听音乐这种事情 很早就被人发现 这个有科学的证据 所以有一些人养花 他放音乐 在花园里面放音乐 花就开得特别美 长得特别好 真有这个效果 那么我们有许多同学 曾经到古近的 这个李居寺那个山庄去做过 他山上种菜 那个菜园里头放音乐 给那些菜听 这很有道理啊 这不是我教他的 我去看了之后 我给他建议 放佛号 佛号也是音乐 对于这些树木花草 我们提供他音乐 也提供他佛法 大概以后他 他放的时候 都是佛教的音乐 我觉得有时候 放黄佛号 会更好 我们要怎样 去对待这些植物 这些花草 对待它们 我们都懂得供养 音乐供养 懂得爱护 懂得尊敬 那么对一些动物 对一些人 更不必说了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理所当然要做的 可是我们过去 我们过去不了解这个道理 不了解四十真相 我们疏忽 我们疏忽 这是我们的故事 知道之后 那我们就要认真去做 你家里面 或许有几盆盆菜 你有没有放音乐 给他听 那我们说佛的 最普通的 我们有没有放佛号 给他听 我们也希望这个花神 能够闻到佛号 能够听到佛法 法愿求生进度 为什么 他有灵 早晨 我将土著那段话 念给大家听 不仅仅人到这个世界来 是灵 灵是到这个世界来访问 短暂的访问 身 灵必须要寄出这个身 身 是灵 最重要的 灵 这个身射掉了 灵 又会 取另外一个身 一切动物 生到这个世界来 也是灵 到底寄托 一切花草树木 幻而是灵啊 要不然那个树神 怎么讲话呢 树神 花神 草木神 怎么讲话呢 草木 真有神 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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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木草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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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